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现在蔡总统终于出来道歉了 他也喊说要检讨制度 但是蔡党工去问了 这个性骚的被害者说 你怎么不跳车的时候 这难道跟性贫制度有任何的关系 是都是性贫制度的错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好 我们为您介绍的来宾 第一位是前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以及前立委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立法员高嘉瑜 大家好 还有前台南市议员谢龙介 大家平安 台积电开发说会小股东 很担心 他就问了刘德英董事长了 你是否担心缺电的问题呢 刘德英董事长怎么说呢 他说台湾政府认为电是够的 我们也只能够相信它 我们也会尽量帮助政府 来达到承诺 他说万一如果真的碰到缺电的话 政府会要求我们必须要 启动发电机 但是也只能够仅仅暂时来应付 10%到20%的缺口而已 所以说台积电的说法 不是看起来好像嘴巴说相信 看起来心里很忐忑吗 所以是不是被迫相信政府 相信党呢 而且还要帮忙收烂摊子吗 经济部赶紧跳出来回应跟澄清 经济部怎么说呢 他说台积电说绿电不够是吧 我们会简化再生能源的设置程序 而且要完善法治环境来办理 难道是嫌这个叫做再生能源设置的程序 还不够简化吗 我看陈凯玲帮这个光电业者审核的时候 程序还蛮简化的呀 好了我们来看这个侯友宜怎么说 他就说你看刘德英的忧心 也是我的忧心 非和家园理想很丰满 可是现实很骨感 民进党做不到的话 那就让我来做 不过呢民进党当然要马上跳出来回旗了 张志豪怎么说呢 他说侯友宜是外行又爱造谣制造恐慌 现在台湾根本不缺电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五年来台电只有五天的橘灯 限电警戒红灯一次都没有 那猴就是一个能源的草包 问题是讲到灯号 勾起了很多的回忆 不是改了灯号好几回 最近又要改吗 台电就是说又要把这个灯号 从绿灯从10%下降变成7%而已 以前也改过啊 是不是只要改变灯号就好了 问题是改得了灯号能够救得了缺电吗 六年五次大停电难道是假的吗 好了不过讲到这个叫做要让这个绿电足够 民进党就不断的要来让这个光电 可以不断的增加土地吗 我们来看到620笔的农田 这个农租户收到了调查的公文了 调查什么呢 是不是光电业者瞄准了屏东的芒果产地了呢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业者 他讲说这个果农努力在抵抗 猕猴的啃食可是呢却敌不过人类的伤害呀 好国产署根本没有告诉大家就自己主动造册给厂商耶 有620笔的土地恐怕全部最后通通会变成了光电版了 哇最近不是才说虱目鱼因为鱼温拿去重电 所以两年拍卖价涨了66%吗 结果搞完虱目鱼现在要来换成搞芒果了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讲到这个光电 不能不提到这家公司叫做丽阳 为什么呢 他号称是手上掌握着全台湾最大面积的光电厂啊 2016年成立的这个丽阳能源公司呢 他的老板是谁就是他 他是新竹小英之友会的副秘书长 也是前行政院顾问叫做谷盛辉 好这个公司多厉害 2016年成立的时候资本额叫做10万块 结果现在呢是一个资本额8亿元的一个大公司 而且掌握全台湾最大面积的光电厂呀 而潘梦安任内他收购了这个整个叫做家东地区 有99甲土地通通变成了光电的用地拿来重电 而丽阳呢甚至还席开了摆桌来庆祝呢 这个古盛辉呢他被控圈地养地 购地土地使用和申请执造过程都涉及不法 台南检查调查这个之后呢 检调搜索传唤道案之后呢 还将他依照诈欺等罪嫌起诉以400万元交保 那收了这么多土地来重电 难道台湾就真的不缺电了吗 好所以我们来看到台积电 昨天召开的股东会 小股民都担心台积电会不会碰到缺电问题呀 结果刘德英怎么说他竟然说 政府认为电是够的我们也只能够相信他 要相信政府啊 虽然说刘德英表现出来好像是相信政府 相信党但是言外之意难道不是感叹台湾 不缺电恐怕只是个幻象而已吗 同时他是不是也认为2025的非核家园 恐怕没办法实现呢 蔡建源委员怎么看 目前来看的话 台积电占台湾的用电量大概13个percent 那么再过个两年可能会上升到18个percent 因为他有几个新厂要开始运转 那不可否认的除了台积电以外 我们台湾的科技产业 使用的台湾的用电量占的比重就越来越高 那台积电又有个重要的政策 他们为了配合欧盟很多国家的需要 就是说他们要用的这个用电 基本上希望用绿能 那绿能里面在欧洲国家的规定里面 是核能是绿能的一部分 那可是最早他们台积电规划 是有把核市场的运转规划在这里面的 但是自从核市场呢 这个被林立雄 这个以绝食的方式 把他打掉了以后 到现在为止 我们台湾的核能的比例一天比那天少 所以台积电要买电 就买不到便宜的核能的用电 那在蔡英文组政的时候 他们又迫不得已 他们买的绿能全部是买光电 买这个风电 所以光电风电的最大的客户就是台积电 所以全部被他买光了 也因此使得光电跟风电 那高成本的电力 就不会进入到我们一般平民百姓 或者企业的这个电费的账单里面去 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因此而提高很多的电费 但是不要忘记是被台积电给吸收走了 也就是台积电的股东 为台湾的绿能政策付出了很高昂的代价 那未来可行不可行 未来连光电跟绿能都不够用 因为你要从13%的用电量高到18% 这个差距是5%以上 所以光电跟绿能以目前的开发速度是做不到的 也就是非核加能做不到的 那当然赖清德抛出说 紧急的时候我们可以启动这个核山厂 可以来供用 这个它可能对核能的知识不是很够 这个核电厂是没有办法临时紧急的时候开动的 它跟那个烧煤跟烧天然气不太一样 它很容易关可是不太容易开 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必须维持一个基本的运转 才会办法临时来增加电能 那可是对台积电来讲 它怎么可能面对这种状况呢 它不得已真的缺电的时候 它只要开用什么 临时使用自己的发电机 那个是临时用可以 真的是要在长期运转根本没有办法 那它今天讲得很客气 我们也只能相信政府 那经济部跳出来 绝对没问题 那民进党发现很好笑 他说你看我们这几次橘灯 五次橘灯 不像以前很多 真的很好笑 为什么 因为你把标准改了 你当然就不会去触犯什么橘灯 这个绿灯的问题了 你把绿灯的标准给改变了 你当然就不太容易橘灯嘛 那我只能叹一口气 民进党怎么会拿这个东西来呢 刘德因为毕竟是有公股的 因为注意到台积电目前还是有公股 所以讲话会比较客气一点 再像科技的人不想跟你政客 斗嘴嘛 他明明就是电不够 未来很忧虑嘛 那很忧虑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答案 那他已经告诉我们只能相信政府 那也没有错啦 我们只能相信这个政府 那如果这个政府能够换一下 说不定他会相信的更多啦 所以刘德英董事长是不是讲出大家的心里话呢 也就是说真的可以相信政府吗 现在不止台积电要相信政府 相信党 是不是各个部会也都得要跟紧了民进党的非核脚步吗 国防部最近秀出他们的减叹成果 脸书的po文被民众发现 怎么竟然出现了太阳能的战术背心啊 网友痛批 你拿这种容易爆炸的材质 当成是战术背心 打算要害死我们的官兵吗 帅华明将军就说了 其实国军的单兵个人的装备 最重呢可以重到40公斤 但是穿这样的太阳能背心 到底要怎么样来行军打仗跑战好呢 而且太阳能板放在肚子上 放在背上 难道我们国军要像乌龟一样趴下去 晒太阳来准备发电吗 所以现在民进党2025非核家园的目标 看起来恐怕是会跳票 但难道现在是不是想电想风了 怎么会出现这种战术背心 这真的可行吗 预防委员 先告诉我 全世界除了我们的国军 民进党执政时候的我们的国军 背着太阳能板 在背上在肚子上 这样子在进行军事的训练 除了台湾你告诉我 全世界有哪个国家 干这么荒谬的事情 这民进党为了推他的绿能 为了他太阳能板的发电 已经疯了嘛 他知道所谓的绿能 根本达不到蔡英文要的那个标准嘛 所以核电是没有办法把他 全部把他停掉了嘛 那他现在就做这样一个宣传 要所有百姓注意 政府现在很努力的在推动 太阳能板的这样的一个发电 绿能的这样的一个发电 你推动对于真的是很荒谬 我再讲一次 你背上 可能胸前背上 腹部都是太阳能板 这健不健康 你那种在细热嘛 健不健康 对这个士兵的健康 有没有影响 如果长期下来 第二个 你现在训练 我们讲训练就要当做战时 你战争的时间也要这样是不是 你打仗的时候 打算背着太阳能板上战场吗 那不是让人家瞄准了最好的目标吗 亮晶晶的 对啊 我跟你讲 所有训练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它就是要模拟战争的实际的情况 所以你所有的装备 所有的动作 一切都是为了战争爆发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的投入战争 那你现在背着太阳能板 我讲句不好听 你变成了民进党政府的工具嘛 搞宣传的工具嘛 大内宣的这样一个工具嘛 政治 国防要超越政治 政治要远离国防 你现在在推绿能 然后大家在吵 为这个事已经在吵的时候 总统候选也在吵 民进党现在也要转弯 转弯弯得非常难看 这个时候你搞这一套出来 你在做什么 你把我们士兵当小丑吗 当演员吗 当你政治的工具吗 你力量做不到 哪士兵们 把他们推出来 所以你看我们政府全力在做了 是这样子的吗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政府真的是荒谬 可笑 而且你们刚刚讲说 修那个标准 把缺电的那个什么 灯号的标准 民进党就是一个诈骗的政党 专门改标准 你们记得吗 以前叫做止暴 空气最坏的时候叫止暴 他把标准一改 现在你一年里面要找止暴的日子 不容易哦 可是我们的空气有改善吗 没有 是标准被改了 一样 鸡蛋鸭蛋的那个农药的用药的标准 也被改了 所以你现在找到鸡蛋鸭蛋里面 有农药的成分 不容易 要超标 很不容易 为什么被改了 现在你又在改缺电的所谓的灯号 所以缺电 永远不会缺电 但是你问百姓 你缺不缺电 几次的大停电 每个地方都有感受到 那不是确定的结果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个政府就改标准了 一路改了 你继续改下去了 把那个性骚扰的标准也改一改 也改一改吧 对你民进党那么多人在犯这种 这种性骚扰嘛 你改一改 他们都没有事都可以脱困了 改标准有用吗 但是刘德英就说 现在也只能够相信政府说的不缺电了 侯友谊跳出来感叹 他说台积电的忧心也是民众的忧心 但没有想到反而被绿营跳出来很呛 他说台湾根本不缺电 还痛批他是能源草包 问题是刘德英都说了 台湾如果遇到了缺电 那经济部会要求台积电要开启发电机 可是也只能够暂时应对一下 10%到20%的电力缺口而已 虽然说蔡总统说 如果遇到了紧急状态 那就会用总统的紧急命令来处理 也就是紧急命令核电来发电吗 问题是台湾的核电厂 是已经被民党给关光了 总统到时候要命令哪一台机组 来紧急送电给台积电跟百姓呢 如果蔡总统这么厉害 紧急命令就可以马上能够有核能发电的话 那很多网友就说 那要干脆命令太阳不要下山 那光电不就可以继续发电了吗 高嘉宇委员 确实啊 就是说民众对于这个用电有疑虑 尤其是台积电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 但我们也知道其实对台湾来讲 这些重要的不管是科技厂 在这个2020年之后 其实出口的这些厂商都需要有绿能的凭证 所以我们要努力增加绿电的原因在这里 这对台湾尤其是2050净零排碳等等的目标 也都非常的重要 那当全世界都在走上绿能的时候 对于台湾的再生能源的发展 更是刻不容缓 所以我们新修正了很多再生能源的条例 就是增加例如说像地勒发电 或是屋顶的太阳能板发电 等等的这些绿能发电 就是希望能够去取代过去发电的不足 那当然在这过程中 确实用电量也增加非常多 整体的用电量增加了20% 所以过去可能大家对于说 整个这个电网的这个加强啊 等等的这些过程中 其实我们一直都努力的在改善 那大家也知道过去 因为政府长期在这个部分 忽略了所谓的再生能源的 这个去做一些加强 所以我们上任民进党之后呢 其实努力的再把再生能源的发电去扩大 但是大家也知道 这个也是需要时间 没有办法一时三刻的马上做出成效来 所以当然这个努力要慢慢的去追赶 总是大家需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疑虑 我们就是努力的去改善 那只是过程中当然就是说 很多人说那核电现在欧洲 也把它视为是绿能啊 未来可不可以去做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 因为欧洲是在这个要求是 2000年之后所新设计的这些核电厂 才符合所谓绿能的标准 那因为我们的核四过去的设计 是在2000年之前 也不符合现在绿能的标准 所以未来到底这个部分 能不能当作是绿能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讨论 有没有这样的共识 只是眼前对台湾来讲 当然去弥补所谓再生能源的不足 是我们这个首要的任务 刻不容缓 但是我觉得地勒的这个发电 也是现在我们现在 在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能源 在台湾来讲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说 大家也不用着急 那也大家也知道说 像侯友宜 他对于所谓核电的发展 或是核电的运用 到现在他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 也是让大家觉得说 那如果侯友宜真的 想要选总统或是当总统之后 对于核电他的态度又是什么 这个才是侯友宜自己 也要去面对说明的问题 我补充一下嘉宇的看法 我们台湾的核一核二核三的核能 是符合欧洲的绿能的标准的 而且他们盖的时间 都比核四还要来得早 所以用这个方式来谈核四 我觉得不宜 但我同意嘉宇所讲的 有关于这个侯友宜对核能的政策 要把他过去的讲法跟现在讲 做更好的统合跟说明 侯友宜认为 我们现在核电厂应该园医 因为日本已经通过要园医超过六十年 所以他认为现在要园医 至于新的核电厂 你只要核案没有问题 那个废核料的处放没有问题的话 就应该政府就要开绿灯 所以非常清楚 侯友宜没有问题 现在还说如果说紧急情况之下 用总统的紧急命令要重启核电 有可能吗 这句话是不是在呼隆老百姓呢 好了 不过台积电的刘德英呼吁政府要审视整个绿电的规划 经济部跳出来澄清了 他说政府会简化再生能源设置的程序 问题是先前台南金发局长陈凯玲 涉滩的检举信当中 就提到了陈凯玲他利用职权 让光电申请案快速过关 还不够简化吗 台南七股光电开发的面积 短短几年冲上了1148公顷 而号称是七股光电厂的最大地主 丽阳 2016年蔡英文上台的时候 资本额是10万块的小公司 现在一路长大 资本额已经到了8亿元了 是光电大厂 刘德英的呼吁 很大一部分是希望政府能够检讨能源的政策 可是咱们政府现在看起来 这个应对的方式 难道是想要借力使力 来开放更多的光电厂吗 隆志兄 政府是这样 急救张 软步一路 从何能何事 我跟你讲 何事的封存 封存就是说 以备不时之需才叫封存 那当时是因为朱立伦跟郝龙斌 两位双北市长 他也觉得站在双北市民的立场 而且整个社会舆论反核 那么严重 声音那么大 所以最后江一华才会跟马总统报告 那我们先封存 封存就是里面所有的功劳都给你磨油打开 我说如果要慢慢的让他恢复 大概要四年到四年半 但是王厂长有讲 如果我们急速来 马上上手 然后加快脚步 他可以两年完成 这两年里面还要必须通过一千多样的安全测试 测试完成以后 那最恶劣的就是什么 你封存已经说可以暂定这个状态 那只是花一些钱可以去维护这几千亿 我们的设备 你知道他们最恶劣就是把这个燃料棒送回 我跟你讲 不是送回美国 各位将来就会查 因为全世界跟我们核四这个机组的燃料棒可以共用了 只有日本有一座核电厂 当时日本就因为311以后全部停止 你看他受到311这么严重 这么严重 最后安倍 他们重启 为什么 因为电真的不够用 好 那你讲到台积电 他每年要增加电 这六七年来 我跟你讲 台湾几乎空转 为什么 现在才要说我要定这个碳权交易所 所有这六七年来 包括欧盟 包括世界所有在讲这个碳交易的时候 在讲碳权的时候 从碳排查一直到碳中和 这些目标 台湾都没有做 那你现在讲的急救商 讲的这个是属于内部 那外销的都没有 外销的现在还一团乱 等于你民间问问看所有企业 这几年来 所有企业就像无头苍蝇 就找几个拿皮包的 他要怎么 就是broker 他可以帮你买 到哪边买 到宏都拉斯买 到哪里去买 买了以后 碳将来我们大家所有企业 尤其是像这种炼钢 发电 都必须面临到这个问题 可是民进党这七年来有做吗 他摆烂 空转 所以现在就赶快说 我要弄一个交易所 这个交易所不是你想的 跟欧盟那个都不一样 所以后面的问题还很严重 所以他的店为什么会越买越贵 他现在还买绿电吗 你还有绿电可以买吗 差不多没有了 那整个产业到这样 很多都没有透明 都是我们地方 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产业 都跑得比政府前面 他来找我们的时候 你看 有机会你们重返执政 这个如果马上不马上上手 我跟你讲 所有其实将来我们台湾 内外就是出口也好 在岛内国民里面 所有的成本会将近增加20%到30% 所有的产品也可能会被转价 涨价20% 30% 你一个能源政策 我跟你说 我们台南是一个很淳朴的城市 以前没有什么大的空头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都是相安无事 我跟你讲 开一两枪就死人了 为什么会开八十几枪 我看到那个笔录 那个人是把枪拿回去还给郭先生 他要的是 有兄弟来的时候 你帮忙围 那最后陈先生走了 怎么跟你们当时跟我要的 跟我讲的不一样 我行李 我东西还你 你看到你会吓一跳 那就是你的能源政策错误 然后丢下一个光电大饼 这个饼有多大 我跟你讲 官商勾结吃不下来 所以必须靠官商黑金枪进来 还不一定顾得住 所以你就可以看台南为什么 这个局长更可恶 我如果当时的咨询是在台北市 我同样的咨询 他不到三个小时一定下台 可是黄市长他竟然说 我说市长你要不要请他先停止接受调查 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他说听你这样讲 听起来好像有问题 然后他还告我 告我以后我就不得不出手了 对不对 我就把剪辑的这六个案 我只整理前四个案而已 我就按您申告 申告以后 他们从我报的料都说 第一个打我乌龙爆料 但是他不敢长打 打四个小时就停了 为什么 他知道都是事实嘛 结果等到11月26选完了 开始12月初一个收押 这个局长更恶劣 他竟然上媒体接受访问 以前一个月只能过两三个案 我一次一个月过二十几个案 你每个案都要求性招待 拜托 人家请你帮忙 你叫人要叫小姐给你 拜托 那整个台南市风气造成这样 你就知道这个利益有多大 这是一个变体的 畸形的一个光电产业利益 几千亿 谁能分得到 你吃的是谁的钱 损害的是我们这块土地 我们的母亲 这块山河 这块土地 你看一下居住争议跑到哪里去 像今天 六月灰雪坡 我跟你说 你到北门去看看 什么叫两个太阳 乐岛效应 你在外面32度 它里面整条巷弄45度 30度的时候 它量起来42度 等于你整天是在那个行楼里面 就像你家在做那个探考的 等于一天 一整天 所以他们才会讲两个太阳 这怎么活 所以这个就是光电整个 你为了这个利益 你罔顾了我们的生存正义 绿电真的这么绿吗 怎么听起来 有点血钻石的感觉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总统股资政被爆出 是不是也涉及了性骚呢 而且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严志发 就自己跳出来 他说是政治操作莫须有 他已经提出告诉 不过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一下逆转了 他说他要撤告 而且请辞资政 不过他的说法是说 他要来为自己占清白 他相信性贫调查的专业 他能暂时先撤告 来请辞资政 是为了要捍卫自己的清白 这个时候蔡英文总统 经过了五天的时间 他也终于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 在脸书po文了 他说要再次向社会 来表达歉意 他说我们整体社会 需要再次自我教育 共同塑造更安全友善的社会 还要跨部会 来检讨性贫申诉的制度 下个会期立法院会列为优先法案 当时谢小新的时候 国民党不是说要检讨性贫的申诉制度吗 当时是谁反对的呢 好了 现在绿营爆发的性骚 结果要大众再教育 奇怪了 不管是伸诸贤诸手的 被漏接的 还是吃案的 不都是民进党的人吗 怎么需要大众再教育呢 党内的知情人士就说了 严志发第一时间非常生气要提告 但是如果提告呢 怕认为是一种打压 社会的反应不好 因此才决定要采取小英师友会的程序 严志发最后也同意 他要先请辞资政 所以谁有办法来说服严志发 要来先请辞资政 来等待调查呢 很多人就说难道是蔡总统出手了之后 才喊要检讨吗 难道这也是一种和谐吗 这样子受害者能够接受吗 吴子佳也跳出来说话 他说在绿营30年 他从来没有听过严志发这号人物 他自己认为这叫做超级小咖 但是却没有人敢出声选择他 这么多小人物突然一下 变成了民进党的大人物 理由就是因为有个背号林 也就是蔡英文创造出一堆 所谓的鹰派的绿色星贵 好了是不是背后有人挺吗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才会有人说 你为什么不去跳车呢 我们来看一下王丹也被控诉 不是涉嫌了性骚 而且他不愿意道歉 因此今天这个控诉他的学生 前清大学生也出来对他按铃提告了 王丹怎么说呢 他说他会坦诚的面对司法 已经撤回向清大争取续聘的申请 那这是一个无奈 但是也不得不的选择呀 好啦事实上其实先前2015年的7月的时候 清大就已经约满的时候 当时就没有续聘王丹 结果是王丹说的赖清德亲自邀请他到台南去教书 所以说后来王丹也很挺赖清德 说赖清德出来选举一定要投票给他 借文吉怎么说呢 借文吉就说王丹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 美国送给他一个学位 结果学术成绩是零 人家去查过所有的学术期刊 没有看过王丹发版过任何一篇文章 要做客座教授的审核呢 我朋友告诉借文吉说 审核到了王丹 认为他水准太低的时候 结果立刻就有了政治力的介入啊 所以啦 政治介入学术原来已经介入的这么深了吗 每次爆发重大社会案件 使民众都会听到蔡总统说 我们要打造一个友善安全任性的社会 问题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些事件 好像伸狼爪的性骚扰的吃案的 大部分都是绿营的人士 吃案的还是蔡总统的爱将和干部 好像没有发现问题 漏接被害人的 都是民进党的政治大咖呀 怎么现在变成总统说 我们大家通通都要大众再教育呢 甚至是还这个 这个叫做性骚的这个被害者 难道也要被再教育吗 郁芳元怎么看 这位资政 这位颜资政 他更敏感的一个身份是台北市小英资友会的会长 这是出来检举他的 就是小英资友会的员工 或者是资工 所以这个小英资友会 也真的要出来好好讲清楚一件事 他应该是干了这个之后 后来才去干资政的 对不对 反正你家跟国家是整个是 都是一家嘛 所以这个他现在讲的第一个时间点 总统就实在是很没立场 他说他没有调查权 资政是你认命的 你自然要做个态度 就说那既然这样子 他资政这个位置就拔掉 进入调查 你怎么没有调查权呢 你内部不能调查吗 你民进党不能调查吗 不行啊 那就司法处理 那你资政也要先拔掉啊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事的冲击真的很大 资政多大的一个官 等同五院院长 这王丹这个事坦白讲 赖清德大家最不希望王丹回来 就叫赖清德了 你赖清德现在怎么解释 2015年7月 清华不再聘王丹 而你赖清德既然接下去台南 教书 那我就问你一下 你有没有世人之名 你没有世人之名 你怎么当总统呢 对不对 2015年的时候 清华不聘的时候 你赖清德有没有先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不聘他 不聘他是学术问题 还是品德的问题 不管哪里出问题 你都不应该随便把他转 接照到台南去嘛 你就在包批他嘛 纵容他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王丹要回到台湾来 面对司法我觉得也很好啦 可是你如果现在做个民调 你会相信出来检举他的学生 还是相信王丹 我相信这个民调的数字 大概是90对10吧 或是99对1吧 你想到学生要出来检举王丹 要有多大勇气呢 因为他未来人家看他眼睛 会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他呢 对不对 这就是王丹的受害者 所以这有很大的勇气 站出来 那他站出来 他们这两个站出来还不是一个两个 说明以后还有更多也不一定 所以王丹回来可以啊 你就这样子 但是政府对他的所有的补助 应该到此为止 好 你既然 这个台湾也照顾过你了 够了 我觉得政府如果再给他任何钱的话 这个就是对所有被他 生过这个狼抓的人 是一个二度的伤害 不利云的前党工爆料说 资政性骚事件之后呢 这个总统府呢 第一时间喊出没有调查权 而且呢 严志发还跳出来呛告 昨天他突然一下大逆转说不告了 而且呢 还辞掉了总统府的资政 但他不承认性骚 而且呢 情势会将那个大逆转 到底是为什么 传出就是因为蔡英文总统 亲自出手干预 如果这传闻是真的 那这不就代表着 总统是先安抚好了 严志发之后 才出来说要检讨的吗 这难道不是性骚受害者 最痛快的和谐做法吗 而吴子佳也表示 他在绿营30年了 他从来没有听过 严志发这号人物 党内没有人敢出声 谴责这个超级小咖 他直言就是 蔡英文创造出了一堆 所谓的绿营的 这个音隙新贵 那么吴子佳说 如果严志发 可以从绿营的小咖 突然一下变成一个大人物 那这不代表着背后 是不是有一个 够有力的背后铃呢 郑明委员 我不太同意吴子佳的说法 严志发也许不是一个大咖 但是也不是小人物 他身为这个小英之友会 台北市 不是什么乡下地方的会长 他在台北市里面的私职会 很多的商业社团里面 位阶都很高的 他绝对比吴子佳大咖 吴子佳会生气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士 他绝对不是小咖的 也许可能是一个民进党人 跟他打交道的人不多 只有蔡英文跟小英之友会 有跟他打交道 那他这个腰残万贯 也不是一个没有资产的人 他在小英的私友会里面 是一个蛮大咖的一个金主级的人物 也是一个募款的大将 那对于这个蔡英文来讲 这个当然很重要 那这个声道资政 我一点都不意外 一点都不意外 可是问题是他为什么突然请辞 在蔡英文总统 我讲说没有调查权 没有调查权 我怎么想都想不通 资政是一个法定的职务 不是一个好像说 我们路边随便发了个什么顾问 什么国民党智库发顾问 不一样 这是个法定的职务 规定你只能有三十个资政 那你是其中之一的资政 那请问你说没有调查权 为什么推得太离谱了 可能外界反应非常不好 那再加上这个言之发 自己请辞 其实两个原因 可能是真的刚才讲的 外界反应不好 蔡英文必须要动点手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 媒体手上的材料很多 就是等着你言之发什么反应 要拿这个东西来修理 就是说你讲A 我就讲A+,你讲A+,我讲B 你知道吗 媒体有时候很皮 手上明明一大堆资料 就慢慢为慢慢为 把小新闻搞成大新闻 这是媒体的监督政府 跟公众人物的天择 所以他一定会这么做 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看是言之话 大概也知道这个危机 是赶快先辞掉了 断尾求生 但是他的性骚扰案 是有点夸张 真的是有点夸张 因为有几个媒体朋友 跟我形容 因为我们现在大众媒体 我就不好意思 而且女性在座 我不能讲得太白 年纪都这么大了 也是爷爷急的 有需要这样子吗 那会不会这个蔡英文 所用的这种大咖人物 怎么会有到这种程度 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 那我觉得蔡英文的表态 是不够的 蔡英文讲的是原则 我们要改变什么申诉机制 我们要修法禁止 我们要什么系统调整 要在个案处理比较实际 你言之话怎么处理 还有更重要的 你王丹怎么处理 你教育部总该有态度吧 他已经不聘了 都没事 不可以这样子 要类为重要的教案 还有林非凡你怎么处理 你李正浩你怎么处理 这个是赖金德 无法回避的责任 这个可能要 一生只监督一个人 这重要的角色 来讨论比较实际 因为你老百姓 也许会忘掉什么 罗某某 忘掉什么 袁某某 但是你现在提名的 痴案的对象林非凡 现在我们重要的 不是说会发生性骚扰案 是性骚扰案之后 你怎么处理的态度 要拿出来 蔡英文是不是 顾卓而言他 你不谈林非凡 你不谈延志发 你不谈那个谁谁谁 你光谈什么 制度 机制 现在有没有制度 有啊 不是没有啊 但是要更严格 我们也不反对 也应该 可是现有的个案 你要处理给我们看 如果目前的东西 你就处理不了 然后还等到新的制度 你这是什么 根本就是在断尾求生 这是不对的 你民进党的职场 有问题 你注意到 我们现在谈性骚扰案 是要程度的区别 在职场跟校园 要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 因为这有权势关系 比如说王丹 性骚扰男学生 男学生会怕你 会对你有种尊敬 那所以事后有事后创伤 他当然会不满 那你现在这种校园 要用最严格的标准 是你用老师的诠释 去压迫学生 进程性骚扰 还有职场 这民进党党部 不是北的地方 不是大马路 不是什么交际应酬长河 都不是 不是KTV 就是你民进党的职场 你的职场里面有权力关系 有这么多的年轻的孩子 相信你民进党 像早年的高家一样 为民进党的理想奋斗 结果申诉无门 还被你打压 然后你们还吃案 你们还掩盖的 那你这个是一个 以姓平为主导的人吗 你对那些小男生 小女生 怎么交代 对这个社会的 一个基本的价值观 你民进党能够交代吗 而且吃案的对象是谁 还是林非凡 然后当事人涉及对象 是你们想要拉拢的 这个李正浩 那这两个指标性 你没有办法做一个 让大家所满足了 你就讲说 哎呦 我们可能这个机制有问题 那个机制有问题 扯太多了 至于王丹 虽然说事发的现场 是在美国 不在台湾 那我不晓得王丹到底是 很多是王丹反国 王丹现在是我们 我们的中华美国国籍吗 我是存疑吧 当然他在美国待那么久 他到底跟美国的关系什么 我存疑 所以我觉得不能讲反国 但是学校的校园里面 不管是男男性骚扰 男女性骚扰 有这种老师就要永不入用 发生性骚扰 当然不是蔡英文或是赖清德的错 但是如果说处理的机制 或者是说 最后选择处理的态度 有问题的时候 这些监督的主管 是不是会有问题呢 我们来看到 同样被指涉性骚扰的王丹 不只清大 是展开了性贫调查 被害人今天是直接到北检 对他来提告 原本一直冷处理的王丹 赶紧从美国回来 那么过程当中 王丹也暴躯了 他说他要面对司法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无奈之下 他要向清大撤回续聘的申请 但其实早在2015年的时候 清大就曾经对王丹 做出过不续聘的决定 当时的赖清德 打了电话 说要王丹到台南去教书 建文吉今天出来痛批王丹 他说他根本毫无学术表现 在学术期刊上 从来没有找到过一篇 王丹发表的文章 那么他爆料说 王丹最后能够去清大教书 就是有政治力的影响 那么赖清德一要选总统 王丹马上就跳出来 要大家一定要票投赖清德 难道就是因为当年 赖清德帮他保住了教职 让他到台南去 可以继续教书吗 龙介雄 教书只是一个过程 他要的他是他的意识形态 扩张在南部 这种根深蒂固 继继继继继续洗脑 今天他愿意回来是好事 可是我跟大家讲 性骚扰追溯期只有半年 所以你说现在用提告的 假如是告性骚扰 那恐怕不会有结果 王丹老神在在 觉得绝对没问题才回来的 杰减肃一定没办法跟你扳 你听不懂 但是这是道德问题 所以我们要用社会制裁 舆论去制裁 所以为什么我会讲 让更多人站出来 清德兄 你当我们的市长的时候 当时我还夸说 这个市长不错 为什么 因为喝花酒的人 你竟然给他训斥 所以我一直对他说 对这个政务官的约束 比其他民进党的人要好 后来当时因为 我没办法拿到资料 那从后面看来就是 当时的检方是在 办其他案子 杠上开花 有了监听益文 知道有被性招待 所以我以为他只是 去喝花酒 然后你就训致他们下不为例 那你知道这些内情 为什么还能让他高升 所以你看民进党这些人 有用看用 没有用自己想 最不像这些花歪 大到八成 小到就贪用 他可以继续生 其他性骚扰的人 你看这个工作没了 还有下一个工作等着他 然后全国到处跑 工作是越换越好 你看这个洪先生 这个上十岸 还是我们台南市 你从赖清德当市长 这个官员就有 你来找我服务 要先对我性招待 我才帮你服务 那这个习惯变成 黄伟泽任内也来了 我要帮你 我给你弄个几个工程 但是不要在台南 我到台中 越来越高级的 越来越懂得回避的 但就是要求要性招待 整个风气 所以我最近这个礼拜很忙 我就是跟这个市政府 这些基层的员工 你想一想 当一个局长 会要求性招待的时候 你认为在这个职场里面 会不会充满性骚扰 你很简单可以去想嘛 所以就变成 你当一个市长 你把我们整个 文丰春朴的这个城市 府城 你把我搓到海了 你怎么知道 你看看嘛 一个黄伟泽 当卢渣 掩埋被起诉的时候 土力21亿6千元 谁不怕 哪个市长不怕 如果发生在你任内 你不怕吗 当全国的媒体过来 读给黄伟泽 麦克风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 请天下这条 你还没给我倒闲 还没说的 我给你问两个位 黄伟泽说 这不是在我任内 不是在你任内 不是上海任内 清德兄 所以你第一时间就出来 这个 我把明祥新这个公司 撤照了 那你表示你不知情 你为什么要撤照 那如果你知情 他有掩埋如渣 你为什么没有办 那你撤了他这一张执照 他后面还申请另外一张执照 所以最后变成 整光是如渣 这是查到的 各位我跟你讲 现在这些光电业者 跟我讲的 跟我陈述的是 有的光电厂下面 也有了如渣 那你知道 这光电厂一千几年 二十年了 所以这二十年 他像说温贵了 没人会来握 好 那有人检举了 我这些资料我整理好 我一样 台南地监署 不好意思 各位检察官 你可能有得忙 我还会一件一件的送进去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首家 蔡英文要 这个义务役的疫期 明年就要恢复成一年 国防部也修正了 兵役体位的区分标准 规定说身高呢 低于一百五十五公分 BMI值呢 超过三十五 或是低于十五的人 才可以免疫 沈富雄就跳出来痛批啊 哇 标准放得这么低啊 如果是为了兵员的话 他认为政府的做法 是非常的不可取 为什么呢 因为1986年当时的出生人口 是三十四万人啊 可是去年的新生儿只有十四万 十四万里面还不包括女生呢 所以呢 如果三十年之后 只剩下八万个新生儿的话 那会不会到时候是 只要有手有脚会动的 通通都要抓去当兵了吗 预防委员 你知道我这样讲啦 这个BMI 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 不要讲太细 它就是体重加身高 这样子求出来这样的一个比例 18.5 如果你的得到指数18点 小于18.5 那就太轻了 18.5到24 这叫体重 这种叫正常 过24到27呢 叫过重 大于27叫肥胖 所以如果是男生 18岁到39岁的 你超过了27 就是肥胖 他现在的标准 竟然是多少 35 那你就知道 那已经胖成什么样子了 那个人你要去帮助他 让他回复健康 而不是抓他去当兵 那个35 真的你在军队里面训练 当干部的 我们都当过干部 那是很辛苦 你看他那样子 大家在跑 你要不要让他跑 你不让他跑 尊重就讲公平嘛 你既然可以当兵 你就要跑啊 你真的让他跑 我跟你讲 你就看他的肉在那边跑 上上下下在那 他跑了喘气 如果跑死了怎么办 真的 像有时候在外面打野外 我跟你讲 后面都救护车跟着 太阳热 很容易中暑 你如果中暑不立刻救 有时候会出问题 所以你那个BMI都已经超过 要到35才不需要当兵 那已经胖到 不是胖 那也不叫肥 叫做过肥太肥 这样的人 我们要同情他 要协助他 家庭他 他自己当然要努力 要协助他肺腹健康 你抓他去当兵 我告诉你 这就容易真的出问题 所以这个让我们联想很多了 就是说为了两岸之间的 这样的关系的紧张 很多的政府要 就会采取很多的作为 这很多的作为 都已经过当了 过当到什么程度 你连美国政治人物都要讨好 你一个在野党 南方选出来一个在野党的参议员 说你要买我们波音飞机 16加8就是24架 你要买24架 当着蔡英文的面前讲 还不好意思翻译 他回去要更指定你 就是24架 罚航不久公布 就是16加8就是24架 你想想看 那么多美国政治人物来台湾 这里面有多少呢 就吃点两岸关系变快 民进党现在需要美国大爷来协助 现在当兵也是一样 这些孩子应该要 努力地帮他恢复健康 你现在抓到军队里面去 你有时候就真的把他害死 你不要讲难听点话 他搞不好就死在军队里面 你真的要去抄他 BMI35 34 35 你要怎么抄他 你增加军众管理上的辛苦 增加他的困难 所以这个两岸关系的败坏 延伸出来的问题 真是太多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蔡总统说要跨部会检讨 姓平申诉制度 但先前国民党提案 不是被民进党封杀了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嘉宇委员 这个说你为什么不跳车的 不都是民进党自己的干部吗 为什么要检讨制度 其实小英总统他也发文致歉 对于发生的这些事情 我相信大家也都是深感痛心 包括赖清德主席 也是三度的致歉 当然这个信销全面的检讨 绝对是有必要的 所以关于不管刚刚所说的 性贫教育或是扩大这些 申诉的制度 或者是在修法上能够更完善 都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那确实在过去 有很多做不好的地方 我相信我们也都会 诚心地来检讨 但是这个信销的问题 当然整个从职场到校园 等等的这些问题 都是值得大家去重视跟关注的 那我想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 过去这个现代妇女基金会 也做过调查 女性其实有八成都有被信销的经验 那甚至在职场上 有七八成的女性 她是选择低调而不申诉的 这也是为什么信销黑数会这么大 是什么el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